她 是我的未婚妻 现在我给媒体朋友 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 午夜阳光的女主角 怎么回事啊 不是她呀 这谁啊 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大家好 我是童小曼 表演是我的信仰 我一定会用心参与创作 希望通过大荧幕 把午夜阳光里的角色 完美地呈现出来 还望各位媒体朋友 能多多关照 童小曼 你把角色是怎么来的 和大家讲一讲 我相信 大家会很感兴趣 你 你为了得到女主角 可真是不择手段 姐姐 自从你离家之后 爸爸可是找了你好久 都杳无音讯啊 你知道我这个做妹妹的 有多担心吗 可是我没想到 再见到你时 你竟然成了这种人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些年 你只学会了这些卑劣的手段吗 我知道 你妒忌我 妒忌我可以当明星 被所有人追捧 可我没想到 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主角 跟老板睡了 你可真是个心机表 你的胡说是什么 你别以为你和老板睡了 就能把我赶尽杀绝 不是你想的那样 大家听我解释 谁要听你的解释 来吧 我要让大家 好好看看你的嘴脸 不存在任何交易 她就是我的女主角 不仅是戏里 生活中也是 现在 我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 童小曼小姐 她 是我的未婚妻 在媒体朋友的见证下 我正式向童小曼小姐求婚 未婚妻 不愿意 那我可就承认事实了 虽然大怪物丑是丑的点 但是颜色错不合 我这朵鲜花 就勉为其难地 插在这个把布上吧 至于童染梦小姐 她在选决中落败 心里扭曲 严重侵犯了 我和童小曼小姐的隐词 我会起诉她 童小姐 就现在的事情 您能做下解释吗 你和童小曼亲姐妹的关系 属实吗 你和童小曼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和童小曼爱 我和童小曼的 感谢观看